Hello,大家好,我是And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停 今天再给大家带来两款免费好用的科学上网的工具 那今天是三月底了 到现在为止来讲的话 这两款免费的VPN我体验的一直都非常的好 一种是导入节点的方式 另外一种就是内置节点的方式 好的,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款 名字叫Metaseary 这个在谷歌Play里面的话 查出来的话 它下载次数是10万加 评论是4.8 表示这个评论非常OK 满分是5分的 它的特点是支持多种主流的代理和订阅类型 包括VMES 包括TRAGEN 包括GADOWSHOX 小火箭 这些节点它都是可以用的 更新日期是19号 非常的新 非常的新 这边的数据安全也是一样的 不与第三方分享数据 不收集数据等等 那大家假设不想登陆这个谷歌账号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到这个网站 到这个网站 这个APK COMBO这个网站 来这个网站我前几期节目也有专门出视频介绍过的 这个是专门的这个谷歌普利的器材版 安卓APK的下载网站 OK 我们在这边给它搜索一下 那搜索出来以后的第一个就是了 我们打开它 那这边也是一样啊 这边也是一样 这是主流的什么什么东西的 那下载的话呢 点这边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它的大小是39兆 OK 现在我们来演示一下它怎么使用 我们在这个雷电模拟器上做一个演示 我们打开给它放大一点 那就是这样一个了啊 我们打开它 打开以后的话呢 这个是我已经导入的几个节点啊 导入的几个节点 那我们随便试一个啊 大比方就是这一个了 使用很简单 直接点击这个地方呢 就连接一下就行了 好 现在以连接点尺数来测试 我们点一下测试一下这个延迟 现在来讲是失败 那我们换一个 我们再测试一下看看 好的 这个是测试成功啊 这个http握手耗时 1031毫秒 好的 我们到这个首页这边来 我们打开浏览去 我们直接在这边来搜索一下YouTube 好的 我们在这边搜一下视频 好的 我们来找个视频来播放一下 好的 视频正常开始播放啊 自动 自动1080p 我们看看它的一个速度缺到多少 好的 现在打开呢 就是2万多的一个速度啊 每秒啊 也就是每秒20兆的一个速度 现在缺到3万3 这个速度还是非常的快啊 我们给它快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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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速度下呢 快进是 是毫没有压力的 目前是1080 那我们可以给它更快一点啊 我们又是4.4 以下 稍微加载一下就出来了 哇 目前的速度去了11万 11万5的一个速度 也就是每秒115兆 这个速度非常的OK 那我们再快进一下 那稍微微这样一个加载就出来了啊 目前的速度在7万多 目前稳定在7万7啊 当然这个节点的速度呢 就取决于你导入节点的速度啊 你看你导入什么样的节点的速度 它就体现在这个地方 当然跟你的网络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好的 我们给它暂停一下 我们回到这边来 那这一边来讲 这个界面也是非常的简单啊 这个左上角三条杠的这边 就是一些设置什么东西的啊 非常多的设置啊 我在这边就不介绍了啊 大家自己去研究一下就行了 那我现在演示一下呢 怎么样子导入节点 我们把它关掉 怎么样导入节点 我们给它说小一点啊 我在桌面上呢放了一个节点的一个二维码 好的 我们现在用这样一个啊 现在我们用它来试一下啊 导入节点就是这个点右上角这个加号啊 我们点一下这个加号 这里有一个导入节点的方式呢 有扫描二维码 有从剪贴板导入 有这个从文件中导入 然后还有手动输入等等 一些方式都是可以的 那我演示一下从扫描二维码导入 好的 这一边请求摄像头 好的 我们就选这个实时截屏 选这一个 OK 我们把它这个大小调一下 调一下啊 好的 现在的话 它自动就加进来了啊 自动加进来了 最后一个就试了 那最后一个就试了啊 那这一个的话呢 那我们就用它来试一下 我们点击链接一下 试一下速度 好的 这里连接成功啊 这个1888毫秒 延迟有点高啊 我们也来试一下 我们也来试一下 好的 它的速度是2500 2500啊 现在去了3000多 这个速度比刚才那个慢很多 表示这个节点的速度没那么快啊 我们给它快进一下 现在的速度1000多啊 这个是算是比较慢的了 跟刚才相比 差了100倍的速度 这个速度很慢了 刚才去了11万多 现在才1000多 那这个速度就取决于你刚刚导入的 这个节点的快慢啊 导入节点的快慢 表示说这个软件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这一边呢 还有一个连接测试啊 还有一个排序 就是根据你的这个速度的快慢啊 连接延迟的快慢来做一个排序 这边还有一个衰选 OK 这边我就不介绍了啊 好的 我们现在来介绍第二款 第二款呢 就是这个ivpn vpn怎么来呢 我们直接这个在这里面收啊 那收出来以后的话呢 啊这里有一个 那这边有一个 OK 我们点开看一下 啊这个是全英文版的啊 为了演示方便呢 我们给他翻译一下 好的 这一边是说这个最快的免费vpn 解锁网站和应用程序 那这个到底是不是最快呢 我也不知道啊 等一下我们测试一下 反正这个名头打得比较像 它的主要特点呢 就是最快的免费vpn 排名来讲的话呢 移动安全类别中下载次数最多的十个应用程序 这个是相当的 这个介绍是相当的棒了啊 相当的棒了 我们等一下体验一下到底是不是名副其实 它的大小只有7兆 非常的小 然后安装要求的话呢 就是至少7兆的可用空间和安装5 合着更高的版本 那么它是一个完全免费的应用程序啊 不需要这个 忙里 那它的下载呢 就直接在这个地方点击下载就可以了啊 下载这边我就不演示了啊 我已经下载安装了 我们现在打开来看一下 现在再获取配置 加载配置 稍等一下 好的 这边的配置加载成功啊 加载成功以后的话 这个界面非常的简单啊 没有任何的东西 这边是一个分享按钮 左上角这边呢 是一个菜单啊 这边有一个一些东西的一个设置 我这边就不讲了 那它这一边的节点来讲的话 我们点开看一下 那它有两个集成的节点 那一个是BEST的节点 一个是MCA的一个节点 那这个节点来讲 它里面有20个啊 线路 大家看一下点开 那这边有20个线路 点开以后的话呢 它自动就在这边测试这个延迟速度 那这边看起来 都是100多200多的一个延迟啊 这个延迟算是非常非常低了 对不对 应该是这个节点蛮快的了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这一边一个呢 有1075个节点 那我们点开看一下 那也是一样啊 那大家看到延迟都非常的低 平均100多秒 平均100多秒 所以说这个节点看起来是非常的 nice 那我们随便选一个节点看一下啊 好的 这边我们点这个连接 这边是等待 我们稍等片刻 尝试连接了另一个节点 看来这个不是每个节点都连得上的啊 好的 尝试的连了几个的话呢 现在连上一个啊 这个是他的IP地址 OK我们回到主页 我们打开浏览器 还是用这个YouTube来测试一下他的速度 好的 成功打开YouTube 但是看起来加载的速度不是很快 我们随便点个视频测试一下 好的 广告完了 现在开始播放 看起来这个情绪度非常的低 我们看一下具体情况啊 现在是自动144的 可见这个节点的速度非常的慢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速度去到多少 哇 每秒90开 这个确实相当的慢啊 现在上了100开 非常的慢啊 非常的慢 那这个速度肯定不注意 自身我们正常的使用 OK 那我们尝试换一个节点 我们尝试换一个节点 再连一下 好的 换一个节点 这边是什么K52 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啊 好的 我们再打开这样一个视频 我们给他刷新一下 OK 现在开始播放的话呢 画面也是非常的模糊 我们看一下情况啊 这个节点去到115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现在网络的关系啊 现在是网高峰 取点办 网高峰可能跟我的网络也有一点点关系 那其他的节点我就不掩饰了 大家自己去 大家有空的话来自己去尝试 看看哪个节点比较快一点 好的 今天介绍了两款VPN 第一款的话呢 速度随随便便去到10万 10万K以上的速度 非常的Nice 那第二款的话呢 这个速度可能 可能跟我现在的网络也有点关系啊 他虽然号称是最快的 这个VPN 但是实际测试下来的话呢 速度非常的不太理想啊 不太理想了 其他的节点可能又更快的 那大家有空自己去测试一下 OK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